來 我過一下喔 大批民眾有秩序的排隊 要領取端午愛心物資 來 再往前走 志工們忙著分配物資 有麵條 餅乾 泡麵等 其中每一戶都可以領到端午肉粽 讓民眾帶子裝得滿滿的 今天是薄荷公懷協會所舉辦的 這個端午送肉 送以及物資的 工藝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 傳遞給我們一些幫助的家庭 也可以過到端午節的氣息 那本次共計發放100份的物資 每戶是6顆粽子 共計600顆的肉粽 我們希望可以將社會大眾的愛心 繼續傳遞給社會大眾 薄荷關懷協會食物銀行 結合了市議員陳怡 松山慈祐公 蒙甲龍山市 台興金控等單位 在端午節前夕 舉辦了百種送溫馨 眾眾有祝福端午愛心活動 總計有100戶 市議區的邊緣家庭受愧 薄荷關懷協會長期照顧 我們基隆市的低收穫 那今天有一個百種送溫馨 眾眾有祝福的活動 然後也邀請了所有我們 基隆市的需要幫助的家庭 來領物資跟種植 那非常感謝薄荷關懷協會 長期照顧我們基隆市的低收穫 那陳怡未來呢 也會媒合更多的資源 然後來一起幫助弱勢的家庭 薄荷關懷協會表示 這次的物資 市價大約26萬元 希望在端午節前夕 一起關懷這些邊緣戶 讓他們不會感到孤單 記者黃少鳴 深重報導